接著我們邀請在設計師來分享一下 妳怎麼讓這個空間 從一個非常平面 沒有什麼層次感的空間 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對啊 其實它原來進來 清雲你知道嗎 左邊就是玄關地方 左邊有一個大柱子以外 進來整個畫面都是平的 就是一條直線就對了 沒錯 那我為了衝到這個空間的層次感 從玄關 柱子 玄關會開始一到 到你後面這個大型的儲藏櫃 兼收納衣櫃 你看看 妳要不要看一下 裡面有多麼深的深度 我懂了 然後客人如果來品酒的時候 把家裡拉拉扎的東西 可以全部扔到裡頭 真的 關起來 又很美啦 很美啊 這個還兼著這個收納 跟儲藏式的功用 對啊 我覺得妳講的 我剛剛大概懂了 我其實從玄關的角度 這樣子看過去 它真的是有前前後後 對啊 妳看這邊凸對不對 對 然後到這個我的機櫃 All in one的機櫃 又當下去一點 再來到電視主牆這邊 又凸出來了 有沒有 這個層次拿捏之間 其實讓空間是很有趣的 對啊 空間就會變得 沒有那麼的平板 它是前前後後 前前後後 沒錯 好像在跳舞 你退一步 我進一步 在今天的這個時尚小豪宅裡面 食品的空間 床的位置定了之後 其實很有趣喔 它自然而然前方就形成了 一個小的客廳區域 也是起居室 沒錯 好 所以它的電視主牆 應該會是共用的對不對 沒錯 這個電視主牆真的太氣派了 而且真的有黑白時尚的 這種華麗感覺耶 有吧 有啊 妳看 芊妤妳看 因為業主他特別喜歡這邊 妳請妳看 他喜歡這個回式型的Logo 所以我特別幫他在那個 壁爐上面加了這個Logo上去 加了以後呢 左右兩邊還是用這個 羅馬像別的柱子的感覺 然後加上 下面一個托柱 然後你看它是像什麼來的 其實我知道嗎 大理石才要做這樣子的紋路 就很費工 很費工 OK 對 所以它是用那個黑雲石的 綁黑雲石的漆 手工描繪上去 真的還假的 沒錯 我剛剛還要跟觀眾朋友講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要做這樣的圖形 如果是在大理石上面 還有像這樣子的橡皮 這是很費工的 費工 連我們大理石師傅都很亥言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仿的這個 沒錯 等一下 那這個白色紋路 是我們勾畫現場勾得出來的 可以做得這麼像 真的不容易耶 對 遠看真的很像天然的大理石 接著我們來看到 就是在妳電視主牆 妳壁爐的這個意識形態象徵 它的上方有一個很霸氣的圖騰 那個就是我為他們男女主演 設計的他們家的家徽 酷 然後妳看謙緣 妳看它周邊的這個框 妳看是不是又倒45度進去的 有耶 是立體的一個 不是平面的效果 這邊跟我們那個房間的那個 主牆 對 床頭是兩兩箱對稱的 妳連這個都要對稱了 沒錯 看到的地方也希望對稱 OK 然後斜進去以後 然後用灰鏡做它的邊 然後中間是明鏡 明鏡中間就是 男女主人的英文的縮寫 左右兩邊是一個獅子的造型 然後兩隻獅子 把牠們的名字拱在裡頭 OK 然後下面這個英文名字呢 英文字是代表我們一個 完工的慶祝 然後這邊是有機櫃收納 妳看 剛才倩宜我講嘛 讓這個空間層次感 然後左右兩邊也是對稱 這個圖騰也對應到 我玄關那邊進來的圖騰 所以剛那個圖騰我們蕾色切割 它是做鐵劍 鐵劍的 這邊是木座的造型 木座要這樣子做也想飛工 然後裡面因為怕有灰塵 所以我們再加上灰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裡面的空間其實也很好用 對啊 我喜歡因為這個鏡面 它基本上也反射到這個空間 最主要的一盞非常漂亮的水晶燈 無形之間 我覺得它空間的穿透感也變得很好 對啊 現在你看 這個鐵網板你看這外圓的部分 它整個線板也是這個回製的LOGO 回新紋 在這邊也有耶 是 因為男主人特別喜歡這個LOGO 所以我就把這邊也勾勒這個感覺 出來 然後呼應妳的這個壁爐上面 也有這個線條 沒錯 在這頂板的地方 你看有個花板 花板當中也是做著這個 綁黑人石的感覺 這一次我會認真看了 它其實也是手繪上去的紋路 對不對 沒錯 和光它很有立體的感覺 有…有這個美感 然後再加上我們花板 感覺真的很像石頭包覆在天花板上 我想要講的是 線板的用法有很多 可是我覺得不管是在這邊 你包在底板外圍這一圈線板 或者是玄關 敲高的部分你用那個線板 你用的線板的方式都讓我覺得 讓空間有新的感受耶 對啊 其實東西一樣 可是層次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就大不同 在我的位置坐下來 我會看到正前方電視主牆 壁爐的下面裡空了一個空間 妳要留來擺什麼東西嗎 那個就是說 為客戶跟我講說 他們三五好友 有時候還是會來這邊 品酒啊 那難免會有抽菸的人嘛 對不對 所以他說是不是要放個 空氣清淨機 沒有…不搭… 對啊 不搭吧 那我就說用這個空間 可以放那個備長碳 我知道 日本很流行的 對啊 其實它滿好用的 除了可以廚師以外 都可以吸一些異味 一開始我們在玄關的時候 就介紹過 它有一個側邊的端頸 是 但是這個空間還有 不大喔 石瓶 還有第二個端頸喔 就在這裡囉 這邊其實 我們大門一進來 一進來 正對的這個就是 我們的端頸櫃 所以我把它這個 玄關的端頸拉長了 讓它空間不要那麼平外 有沒有 有距離空間感變好了 對啊 那這個檯面上呢 我不用大理石了 我用那個黑烤的感覺 會讓它Bling Bling的 上面哪怕是放個 裝飾品 雕塑 放盆花 心情也感覺很好 對 這邊下面有抽屜 可以做一些 放一些細軟等等的 然後下頭呢 有一位那個重低音 量身訂做一個space 那是重低音的位置喔 沒錯 像我後面這片弧形的窗戟 大部分的人 如果把這個床頭 擺在這個地方 可能就要做風板 或是活動式的這個備辦 可是妳有讓它的這個窗景 是完全的保留 這個時候 窗景就很重要囉 對啊 因為我們強盜 其實在市區的房子 其實view很重要嘛 所以說我們不可能把這個 原來的落地窗都遮掉 所以我選了這個 也是客戶很喜歡的 是回飾型的那個紗 然後搭配樹部 把樹部拖地一點點 然後讓它的垂坠感很美 所以整個氛圍裡頭 就是很搭配這個黑白 義式的奢華風 OK 今天這個空間 讓妳真正的見識到 就是什麼是十足的 義大利式的奢華風格 然後什麼是黑白時尚的對比 不過還是想分享一下 並不一定妳要擺平的豪宅 才可以做這樣子的空間 當然喔 小就是越要挑戰它 能夠做大 就一定能夠做小 能做小 當然一定也可以做大囉 OK 所以這個空間當中 我們可以讓妳看到 這個義式黑白時尚的 最精華的所在了 對啊 喜歡這個風格嗎 希望妳可以參考看看喔 同時也非常謝謝 我們的氮設計師喔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訂閱 分享 按讚 別忘記開啟小鈴鐺喔 下次見 またね